今年全世界对我们台湾而言意义更重大 因为是5G正式开台的元年 但5G的开台电信业者叙事待发了 怎么跟游戏业有关系呢 来请看 从大哥请上来 原来5G的开台 游戏产业根据研调机构 年产值可以超过800亿台币这么多 而且要不成大哥这么一说我还不知道 最热的将会推升两大游戏 一个是电竞游戏 像英雄联盟就是电竞游戏 另外一个叫做5G云端游戏 这个的游戏都是不一样的 什么叫云端游戏 什么叫电竞游戏 这个也不懂 麻烦成龙大哥教大家 还有游戏会扩散到周边产业 你看电竞的易经显示汽油 出货预估大成长三成七 来请解释 好我们先讲这个游戏分很多种 这个我们古时候 还曾经去街边 那个玩那个头一次5块钱的 那个大型游戏 这个就是我玩很多这个东西 快打旋风 快打旋风好像也玩过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看他从那个街边的大型机台 一直延伸延伸到现在变成云端游戏 就是人家说那个ホリューキャン的对ホリューキャン 我们年纪一样差不多 好所以还有人那个玛丽 还记不记得玛丽兄弟啊 对不对 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红白机 就玛丽兄弟 现在大家也是玩得很开心 跳啊跳啊跳啊 所以你看那个游戏 变成他的内容可以很久远 或者说Pokemon GO 对不对 宝可梦 你会发现 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平台一直在换 从我们古时候的红白机 电视游乐器要插卡架 一直演变到现在已经可能你主机也不用买了 什么都不用了 你只要接通5G 你就可以在云端玩这些游戏 只要有网路就从云端抓 什么东西都不用买 对 赞 我再讲一个我实际例子 我小孩子最近都讨那个Switch Switch因为之前那个中国道断货 现在呢我们去买那个Switch 你看一台Switch主机 它会配几个类似塔架的东西 它不叫塔架啦 反正就是游戏片 对对 一万七千多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要玩这个游戏一万七千多 倒也不是说一万七千多多少钱 而是小朋友的热度 很有可能玩半年就不玩 他拜托我们玩一个月就下个月就不玩了 他是三片玩腻了 对不对 他又要再换新的 那你怎么一个接一个换 你哪有那么有钱 玩一个游戏就花一两千块去买游戏片 买那个一两万都是有点浪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现在这个 嘿我们呢 大家都看过那个韩剧 看过追剧对啊你现在追剧是不是都在平台上面追 对啊我都看Netflix对不对 Netflix是不是一个月付个两三百块 对啊 你就可以无限看对对对对吧 音乐也是啊什么苹果的音乐啦 Spotify啦对不对 你是不是都是付月费 然后就可以无限听 国内像我是订KKBOX了 对那如果游戏呢 他也可以付一定的钱呢 你也可以无限玩呢 所以游戏也可以月租 对啊也可以月租啊 然后云端随我抓 对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就很好 真的喔 这是未来的趋势 赞啊赞啊 就不用我要买一个游戏买一个片 对不对 有的时候买了以后呢 哇两千块花下去 结果玩两分钟不好玩 对那不是就毁了 那这个好啊 这个好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东西喔 它有一个前提 因为你想想看喔 给我一个白板 我跟各位讲这个云端游戏的做法 跟我们以前的不一样 我们先讲以前 以前是不是要买一个红白机 然后旁边两个遥控器 对对对对 然后呢线要接在电视上面 对吧 跳啊跳啊 才可以玩玛丽兄弟啊 对吧 所以你要买主机啊 然后你要有这些东西 你要买卡夹 像肯内也是这样子啊 对 透过电视跳啊跳啊 对对 那现在是这样子喔 不管你是电视也好 或者笔电也好 或者你的手机也好 你现在要玩游戏 有啦 你会 它的平台会给你一个 特别的遥控器 你就把这个遥控器呢 连结你的装置 然后这个装置的运算 譬如说我们玩游戏 是不是随时随地 你按一个按钮 它是不是要 马上电脑要运算 当然啊 你要往左往右 对不对 你要射击 对不对 以前呢 运算是在这台机器上面运算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台机器 它要很强大的一些运算功能 对对这就是主机啊 对主机 主机运算完以后 再把资料传回来给你 或者传回到萤幕上表现出来 我们写一下 这是运算功能的主机 那现在呢 現在是這樣啊 我一樣是遙控器 主機在哪裡 我運算在哪裡 在天上啊 在雲端啊 連運算都透過雲端 對 透過雲端 跟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那個空Book很像有沒有 對不對 都是在雲端幫你運算 而且雲端運算完 譬如說你按一個向左的按鈕 指令傳過去了 就傳到雲端 那完全都不會有 那個delay的那個lag 所以重點就是我們剛才講 為什麼到5G才會比較好 速度快 對 速度快的嘛 低延遲嘛 對 你怎麼會說我按一個向左 就等5秒他來向左 對 因為後來要傳回到雲端好遠啊 遊戲是要比賽的 5秒我就輸了好不好 對不對 對 所以為什麼會到5G這個時代才會 因為我什麼東西都要傳到雲端 我雲幫你畫好了 來 雲端 好 那你看 我按一個按鈕 按一個按鍵 往左手他傳到雲端 或者射擊傳到雲端 雲端呢 就再把這個運算完的東西 出現在這個畫面上給我看嘛 那我懂了 我下指令要往左轉雲端 那算了之後馬上往左轉 對啊 然後所有的遊戲 我今天要就從雲端抓 他就畫面就A遊戲 B遊戲 CX遊戲一直來 對 然後你對 你除了玩這個遊戲 你可以玩100種200種遊戲 只有我付月租費 對對 我只要付月租費 那這樣是不是很棒 很讚啊 但是關鍵在於網速要快啊 那就5G啊 要低延遲嘛對不對 好 所以回來我的試卡 知道概念就好了 好 所以5G的速度 5G的特性就是高速嘛 低延遲嘛 那巨量連接 巨量連接我們現在用不到 至少前兩個我們就用到啦 不然我們那個五大電信公司 急著要開台幹嘛 你現在第一個你又沒有5G手機 第二個你現在的4G其實都夠用嘛 你看YouTube會延遲嗎 不會 對不對 你上網查東西會延遲嗎 不會 很少 那那到底問5G幹什麼 欸 玩電動 啊 打遊戲 就有差了 對吧 所以呢 為什麼這些電信公司 現在都有跟這些遊戲平台做結合 你去中華電信也好 你去台灣大哥大哥 你去遠傳 他們都有個別配合的平台 好 那現有的呢 這些美國的網路巨操呢 都已經幫你做好了 這些平台喔 譬如說蘋果 有Arcade 然後Google呢 有Stadia 微軟呢 有這個Project xCloud 或者說NVIDIA 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 讚 很多喔 天啊 你是不是就可以找他來付費 譬如說你是蘋果手機 你當然是用他嘛 對對對 他裡面就有100多個遊戲喔 哇 那Stadia是Google的喔 那你是不是 假設你是Android系統 你是不是就是跟Google付個錢 所以我們飛瓶陣營的 應該是這個囉 對啊 你就是付個錢 那你是不是遊戲就是隨你玩 玩膩了就換下一個 玩膩了就換下一個 反正我每個月可能付200塊 請問一下 那他的遊戲應該是會新鮮的 最新的 當然啦 他會一直更新 他會一直在更新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遊戲平台化 那平台化的前提在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聽音樂跟我們看影片 他是直接資訊到了你的終端以後 他不用再跑回去 對吧 可是遊戲不一樣 遊戲是你一直下指令 他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對啊 所以以前為什麼影視的音樂的 會發展比較快 因為他比較不會有網速的問題 但是你打遊戲是隨時隨地在反饋 對啊 一直打一拳打一拳 你就是要回擊回擊 一直傳一傳 一直在運算 所以為什麼要到5G才能夠 我懂了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的一個過程 所以今天新聞寫說 5G的開台 推上了遊戲產業 邁向另外一個新的大的里程碑 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變平台化 這是不是一個大的里程碑 所以好 那我們再講 過去遊戲裡面 遊戲間 因為還沒有到這個程度的時候 遊戲其實很平平 一般來講 我們不太會玩 買硬體 買主機 對 真正會玩的 會用力玩的 叫做小朋友 年輕人 對吧 那他們玩什麼 玩電技 就像你剛才看到的什麼英雄聯盟 那個要比賽 那個在體育場裡面辦比賽 回到剛剛的雙框 剛剛成龍大哥花很多的時間 也是5G主攻的 是5G雲端遊戲 可是原來的小朋友 年輕人很瘋狂的是電競遊戲 電競遊戲 那你現在要講這個 對 我們現在要講電競遊戲 好 那我們講電競遊戲 我們先看一下圖片好不好 我有帶一些圖片 電競 電競的圖片給大家看一下 電競 對 比如說這個 你看這些小朋友 很高級 我告訴你 這個他們是一個team 所以都有制服 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的耳機 都是我們用過的耳機 他們的滑鼠 可能都是四五千塊一顆的滑鼠 鍵盤也好幾千塊 更不要講這個螢幕都很高級 他們在幹嘛呢 他們在比賽 因為英雄聯盟就是一個team 的一個比賽 這個team跟那個team在做比賽 甚至呢 現在很多人說啦 2024年的奧運 可能會把電競納入正式比賽 所以為什麼會很多的電競的業者 他說會往更華麗更具競技功能 而且複雜 什麼叫華麗 華麗就是我可以把螢幕畫面做得更漂亮 所以美女更美囉 當然就是你的解析度更高 你今天為什麼 譬如說你跑4K的影片 跟你跑1080P是不是就不一樣 對啊 對不對 你要跑4K你要有本事啊 你的網路的頻寬要夠啊 所以裡面的那個人物的畫質 對啊 可能這個是超超逼真的 超帥超美 然後競技功能啊 複雜性 這些都需要網路的頻寬夠大 所以這個商機有誰呢 譬如說遊戲開發商 我們都注意台灣的遊戲開發商 台灣的遊戲開發商 比較少開發電競的 說實在話 電競的遊戲大部分都是國外開發的 那譬如說我們看一檔公司 跟我們還有聽過叫騰訊 騰訊大家知道嗎 知道中國大陸的 對中國大陸騰訊 這個瓜在香港 BAT裡面的其中一家公司 你看他的股價 你說這樣看 看不出來 這有什麼 我們看一下月線圖 月久越好 天啊我的媽呀 這邊是六百多塊 這邊是歷史新高六百多 他現在呢 就是你如果二三十年前 你去投資他的話 到現在也是算少幾千倍 二三十年 幫我隨便跑一個好不好 二零零這邊我們隨便看這邊好了 他是在香港掛牌 香港掛嘛 這邊大概多少錢 這邊是多少 已經不可考了啦 這邊已經都不可考了 沒關係我這邊寫一下 大概多少啊 當時是各位數 蛤 五點五港元 跟你買蘋果電腦的意思是一樣的 等一下 這邊是五塊港元 這邊是六百多塊港元 這中間還不知道配股配息多少 現在是五百五十三塊港元 好 那我告訴你 他是做遊戲的啊 對對對 所以一般人對騰訊的了解 是WeChat 就是微信 對不對 我們台灣用Line嘛 中國大陸都用微信 對不對 或者微信支付 但其實騰訊公司 最賺錢的是遊戲 真的喔 對是遊戲 他底下有好多四五十家 是電競的嗎 在開發 各式各樣的遊戲都有 所以你看這家公司的股價 你就知道 其實遊戲股是真的值得注意的 那回來我們來講 那我們台灣呢 我說這些電競 我們遊戲我們比較沒有能力開發 但我們可以賣什麼 設備啊 周邊的啊 我們可以賣硬體啊 對吧 譬如說你看這個 小朋友 因為這個不是很明顯 他這個螢幕是曲面的 你知道嗎 對 他這個螢幕是曲面的 譬如說我們看平面的 我們眼睛這樣看 對不對 你這個旁邊會有一點距離遠 對對對 所以你把它變成曲面的話呢 哇 每個點距離都一樣距離 全部都等距喔 都等距 臨場感啊 對啊這個就比較貴嘛 我跟你講看電影一樣 對 好那這個螢幕第一個 做這個有商機 第二個做這個面板是不是有商機 台灣的群創友達都跟這個有關 難怪群創友達都大漲 因為我們來看最後一章要結論囉 相關周邊的概念 那我在講我們台灣的遊戲股 跟電競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可以開發很多手遊 或者我們剛剛講那個雲端的遊戲裡面 這些平台他他都可以做 譬如說以星象來講 他的股價最高 這個 那他最近的明星產品 就明星三缺一 這很多人都很喜歡做玩這個打麻將的 廣告打得兇 對對對 金猴也 所以他的遊戲呢 基本上都是圈泳型的 就是不會玩膩的 打麻將你會打膩嗎 所以這種博弈手遊 佔他的營收主要來來源81% 海外也有佈局 另外呢網絡吞食天地 這是最近他的主力產品 那未來下半年要推一個黃毅群群俠賺 這個也是大家很值得期待的 會拉高他的獲利 那橘子呢就是代理天堂 這個手遊的天堂 叫天堂M 那下半年他推一個龍之股 這個也是受期待 有反正有星座 他就能帶動他的營收 那這一家公司宇峻呢 是比較可惜一點 他的三國群英賺賣得很好 但是他的下半年只有三國群英賺的更新版 所以感覺一般更新版就爆發力比較不足 所以你看那股價走勢的話呢 宇峻稍微弱一點 其他股票都還蠻強的 我跟你講一個產業到底夯不夯 願景展望好不好 觀眾朋友你看這個啦 還有這個啦 還有這個這個喔 我跟你講這個我也看過 你去西門町捷運站走一趟 全部都這個大廣告 對對對 你看公車廣告 現在很多都是這些都是這個廣告 對對對 好感謝陳龍大哥非常謝謝您了 只要低延遲速度夠快 誰說遊戲一定要再買一大堆的主機啦 設備啦 花另一兩萬塊不用了 5G開台等同帶動遊戲推上另外一個 新視野新的里程碑 重頭大技就是陳龍大哥說的 透過了剛剛的雲端抓取了遊戲 那只要付月費就OK 所以這個是電競業 還有包括遊戲業者大家搶的 而電競部分呢 我們台灣有機會的 是擴散到硬體跟周邊 最後一個這樣就知道面板啦 遊戲相關概念股啦 他就是受惠的族群喔 難怪面板雙雄最近外資買得兇了 以上結論跟您做點分享了 可是呢 漲了有期待有商機股價您賺到了 但是來到萬二 你還可以亂買嗎 還可以亂停嗎 萬二至上 你的股票還在賺錢嗎 恭喜你 還是賠錢呢 你追太高了 不管我都幫你了 賺錢股票一類 賠錢股票一類 到底呢 該賣還是該抱著還可以抱呢 聽聽看灌州怎麼講